今天是黄河边与潘妙飞官司第七天 案件已经进入了胶着状态 不过今天下午在庭审期间 一名叫做王启波的证人出庭作证 该人原本出现在潘妙飞的证人名单里 但诡异的是 他之前并没有为潘作证 却被黄河边请上了作证席 原来黄河边的证人名单 王启波和潘妙飞还有一段久远的恩怨 要从1997年说起 王启波说 当年他与潘原本有经济纠纷 但潘买通了公安局 将他送进了拘留所要拘留30天 被移交检察院时被认定起诉不成立 在这次官司中 他捐款1万元为黄河边撑腰 到了第二环节 黄河边作为证人被原告律师提问 律师问到黄在写文章时有没有经过核实 黄表示 王一安领牛奶金这篇没有 因为他相信中国周刊曾是中国官媒 而他的一个老乡又在里面长期工作 所以并没有求证其他的文章和证据 那么针对王一安到底是不是潘妙飞这个问题 在今天并没有被律师提及 另外黄河边回忆 他前后有四个公众号 因为文章中涉及到侨领的问题分别被封号 在庭审最后 潘的律师要求黄河边作为证人期间 不得利用记者的身份 在公众号上写关于该案的文章 黄河边表示同意 法官认为该案件还需要额外两天审理 我会请您的请不吝点赞订阅 郑 олж